汽車騎士緩緩騎出巷口 左邊突然竄出一輛轎車 騎士被撞到倒在地上 換個角度看 雙方在路口速度都不慢 碰得一聲 兩台車撞成一團 騎士轉了180度後 最後重摔在地 附近店家健壯趕緊衝出來幫忙 聽到一聲蹦的聲音 然後他又起來 騎摩托車的那個先生 他就是平常在地上不動 常常會蹦蹦蹦 常常感到蹦 那邊你是要很小心 車子他不管是摩托車 他甚至開車人都速度會滿快的 上個月12號下午 台北市民權東陸六段90巷口 雙方在路口都未減速 機車騎士戴著伴照式的安全帽 車禍當下重重撞擊右腦 腦內部出血 頭骨碎裂 送醫緊急開刀昏迷21天 最後裝上人工頭蓋骨才救回一命 沒有注意到對方的狀況沒有減速 所以發生了這件事故 那但是機車騎士 當時比較嚴重 主要在頭部 戴的比較偏西瓜皮的安全帽 他的防護能力會比較基本一點 巷口這一狀 沒人會料到這麼嚴重 騎士在鬼門關前走一遭 因為頭部開刀 還在病床上休養 無法做筆錄 而駕駛也願意負起責任 但由於雙方都有照折 究竟誰對誰錯 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陳怡璇 陳婷如台北報導 大 母親